我们这部片讲的故事就是女主人公 她在外出旅游的时候 她因为逛街边的小商店 然后就一不小心就没有赶上这个旅游大巴 然后她虽然就是 但是她没有打算就是继续等这个大巴回来接自己 而是打算就是自己 打算放车回到家 回席 她打算自己在家待一会 因为平常的话家里都有丈夫 然后孩子的事情特别多 然后她打算自己就是自由一点的生活 但是她在回家的过程中呢她突然就是打算就是改变主意 打算去威尼斯因为她自己从来没有去过 然后在威尼斯的一个餐厅里面 她遇到了一个来自冰岛的服务员 然后就借助在她家里 然后她发现这个冰岛的服务员特别的就是 意大利语特别好 然后她说是通过看一部意大利的经典名著来学习意大利语的 女主人公呢然后就在威尼斯找到了一个在花店的一个工作 然后并且认识了一个按摩师 然后跟这个做按摩师的这个女孩 然后结下了很深厚的友谊 她的这个新的生活突然呢就被一个跟踪她的一个人给打断了 然后这个跟踪她的人原来是一个水利工程师 但是她就假装成私人侦探然后跟踪她 这部电影呢呈现的是一个个人成长的一个历程 然后中间有很多的预言的元素 比如说这个主人公是一个家庭主妇 她平常过的生活都是一成不变的 然后而且她对于这个生活的这种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激情或期待吧 L'esperienza di solitudine inaspettata e la sensazione di spaisamento in una sorta di foresta di macchine sono l'inizio di un viaggio reale verso Venezia ma soprattutto di un viaggio interiore 她经常主人公在这样的生活下 经常感到特别的孤独或者是有种迷失方向 但是她在去威尼斯的这个经历 恰好是她开始新生活的一个开端 然后特别是 而且更是她这个内心发生变化的一个开端 Rosalba scopre il desiderio della conoscenza della scoperta di se stessa e degli altri scopre di essere autonoma e desiderata come persone scopre il piacere del sorriso e della leggerezza La sua semplicità e la sua generosità trasmettono amore alle persone che incontra dalle quali anche lei apprende il piacere della vita in particolare il sentimento di amicizia e di amore intorpidito dalla sua vita di casalinga al servizio degli altri 女主人公她在新的环境中 她的这种朴素还有这种友好 然后让她遇到的那些人 都特别喜欢她 同时她在这个过程中 也感受到了生活的这种乐趣 特别是来自友谊的 来自爱情的这种乐趣 这种新的感觉 是她之前作为家庭主部的时候 从来没有感觉到的 La nostra rassegna è dedicata a Luca Bigazzi che abbiamo avuto il piacere di ascoltare domenica scorsa e martedì Bigazzi si è definito un fortunato dilettante 我们这次的影展 就是特别致敬意大利著名摄影导演 Luca Bigazzi先生 Bigazzi先生的话 我们在上周天的开幕式上 以及周二的一个放映会上 我们都有跟他 也就是有过交流 然后 Bigazzi先生的话 他自称是一个很幸运的 业余爱好者 pur non avendo avuto una formazione tecnica pur non avendo frequentato scuole di cinema la passione per il cinema diventa per caso la sua professione 因为呢 Bigazzi先生 他虽然是摄影导演 但是他实际上 从来没有接受过 专业的一个教育 然后也没有进过电影学校 但是就是一种 很偶然的机遇 他对于这个电影的热情 反而成为了 他的一个职业 对于1982 Bigazzi是一专业的 摄影导演 在一专业余爱好者 的一专业余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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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azzi先生 他作为摄影导演 出道的作品的话 刚好是跟我们这部 《主梦遇心香》的导演 合作的 就是シール威奥 所有第一合作的 因为他们俩 之前的话 是高中同学 也是认识的 所以他们 算是同时出道的 这样的一个电影人 一些专业余爱好者 这一专业余爱好者 的专业余爱好者 就是作为电影导演的话 谢尔维奥索尔蒂尼是 尽量的去讲述 可能的故事 可能存在的故事 而作为摄影导演 毕格兹先生 他是用方法 用想方设法 能够呈现出 合理的 合适的光线 他们 他据毕格兹先生说 如果摄影的话 是必须服务于 电影本身的 《Pane e tulipani》 是在比赛 第一次的试图 是在比赛 什么是 和比赛的功能 是最重要的 最初的 是在建议 一种非常颜色的 像《专业余爱好者》 我们今天看的 这部电影 《珠梦遇金香》 是比赛斯 他作为摄影导演 第一次接触 喜剧 据他自己所说 他认为 色彩的作用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 要做一部 彩色的电影 就好像说是 要 要保护 就是 演员的脸 就是 让他们 呈现出 比较自然的一个环境 就像我们的电影 导演 索尔蒂尼说的那样 演员的脸的话 他要 在一个 比较暗的一个 光线下 呈现出来 会显得比较明亮 自然 Venezia 变成了 一个 标志 这部电影 《珠梦遇金香》 对于 毕格兹先生来说 是 在 威尼斯拍的 然后 威尼斯的话 他在这部电影里面 呈现的是一个 符号性 象征性的一个地点 它的这个 城市的 这种 美丽 然后 恰恰 象征着我们 女主人公的 这种美丽 《Venezia è un paradiso》 afirma Vigazzi allo splendore di Venezia si oppone lo squallore dell'autogrill la banalità della geta turistica Pestum il ritorno triste a Pescara con scene prevalentemente grigie 就像 毕格兹先生 他说的那样 威尼斯的话 是一座天堂 威尼斯的美丽 和他的 那种 街边小商店 的那种 嘈杂 形成了 很鲜明的 对比 包括像是 像是 我们在 电影最初 看到的 Pestum 旅行团的 那种 嘈杂 以及 返回 Pestcara 的一种 很伤心 有点悲伤的 这种 回家的 这种历程 都和 威尼斯本身的 美丽 然后形成了 鲜明的 对比 但 Rosalba 后 遇见 生命 自由 不可以 接受 这种 质量 而我们的女主人公 Rosalba 她在经历了 就是见识到了 威尼斯的美丽之后 她是 就是很难再返回 之前原来那种 很沉闷的 一成不变的这种生活 而我们电影的 最后一幕的话 恰恰是 对于这种 一种轻松的 对于爱情的一种 致敬 对于这种轻松的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